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 十二号晚举行欢迎晚宴 欢迎出席论坛的中外来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出席并致辞 张又霞说 今年恰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七十周年 在这个历史时刻 我们相聚北京 共商全球安全大计 共谋和平安宁良策 希望与会各方秉持公道正义理念 展现开放包容胸襟 碰撞出实现世界和平安全愿景的更多智慧 中国军队愿同各方一道 通过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为促进地区稳定 维护世界和平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出席论坛的一百余个国家 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 一千八百余名嘉宾参加晚宴